我是道哥 我是摩尔 道哥 摩尔 说中国 摩尔 我也要学习武术 你看看他们多帅啊 说练就练 明天我就要成为武术大师 道哥 想学习武术很好 但是武术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成的 有夏练三伏 冬练三九 说得好 什么意思 就是说武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锻炼 系统的学习 这样吧 我给你说到说到 好的 走吧 练习武术 一来可以全身健体 二来可以防御敌人进攻 保护自己 想有所成绩 首先要拜师 敬礼 敬礼 好 现在你们二人已经是我的徒弟了 今后一 你们要尊师重道 二 好好练习武术 是 但是之前的小朋友们有能做到尊师师长了吗 我见到老师会问好 我叫爷爷奶奶就问好 我见到哥哥姐姐会问好 你们真是太棒了 成绩 我呢 她很喜欢 你没有办法 她很像没过程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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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导哥教你们几句话 对我们的身体发育是有好处的 是什么来着 一下想不起来 站如松 坐如钟 行如风 卧如弓 练习这几个动作 对我们小朋友的身体发育是很有帮助的 对对对 我就是想说这个 练习武术非常艰苦 要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外练肌骨啪 内练一口气 精神六 立正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检验你们成果的时候到了 小朋友们还记得今天了解的是什么中国文化吗 让我们一起唱起来吧 中国文化真伟大 博大今生人人花 小朋友们多体验 红阳传承好大家 我是大哥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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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